佛为什么说那么多话 是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 这个如果诸位要听不懂的话 我们举个比喻 好比那个药铺里头卖药 你看那个药有几千种几万种啊 哪个药不好啊 治病嘛 我要用什么药 我害的什么病 我用这个药正好对治我的病 我吃了这个药 病就好了 药到病除 对我有好处 别的药的时候 我不能够说他不好啊 他治别人的病啊 那个人的病跟我的病不一样啊 那我们用的药就不相同啊 只要把病治好 不都是好药吗 都是良药吗 那药要吃错了呢 吃错了的时候 我们知道可能连老命都送掉了 佛法也是如此 法门要是有错了的时候 发生会运就断掉了 一个道理啊 所以八万四千发门 你要慎重选择 千万不能选错了 你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我相信你很恐怖啊 万一选错了 我发生会迷就完了 佛知道 佛知道 非常清楚 所以佛在入灭之前 对我们有指示 给我们指示一个大方向 大原则 佛说过了 佛说过了 正法时期 佛灭渡之后 一千年 正法 在这个时期呢 戒律成就 只要认真 只要认真 学记 不能够犯记 不能破记 你就能够正空 向法时期 佛灭渡 第二个一千年 一千年之后 到两千年 向法时期 禅定成就 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正好是向法时期 所以禅在中国 非常普遍 道理的词地 末法时期 净途成就 末法时期就是 佛灭渡 两千年之后 末法一万年 现在 全世界 公认 佛灭渡 到今年 是两千 五百多年 末法时期了 我们身在末法 随顺 佛陀的教会 我们选择 净土法门 那就对了 这就没错了 大地方的原则 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